早晨早晨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千里年代》 叶冠林今天是要休假的 所以就由郑苑微主持节目的 先跟大家讲一些把场消息 由今天上午8点到晚上9点 粉岭身为大岭靶墙和清新靶墙都会进行射击练习 夜间练习的时间 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旗指示 夜间练习的时间 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 各家人士切物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另外跟大家看看天气 现在身外气温28度 湿度84% 今天天气好像好一点 天晴大致和炎热 但各部地区都会有骤雨 最高气温会去到32度 吹和换西南风 指望明天部分时间都会有阳光 终于都有阳光出现了 好了 今天也想跟大家讲一下 关于西九的一些新闻 大家都知道高铁香港段西九站 在23号就会开始通车了 很快了 这个月大家都很期待 但是因为要实施一地两检 所以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的条例 原来在今天就已经实施了 在9月4号 在高铁的西九龙站的内地口岸区 在零时的零分就已经成为了过境的限制区 大概将来就说大概有700名内地人员就会派住在那里 在高铁的通车之后就会分间进入内地的口岸区 那么昨天呢 其实就是这个消息人士的透露 就是说政府在昨晚的11点45分 就在高铁的西九龙站 就举行了15分钟的交接仪式 那么政府也都和 即香港的政府 和内地的官员都有出席的 那么我就看到呢 在那些报纸上有陈凡局长 也都有内地的官员也都有出席的 但是呢 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这么历史的时刻呢 就是沒有邀請到香港的傳媒 亦都香港的傳媒都事後才知道這件事 所以應該這麼多人出席 有成一百名的官員都有參與這個儀式 但是也沒有事先去通知傳媒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本身我們的陳法局長出席 而在廣東省人民政府的副秘書長 林職也有在 為什麼又不讓我們傳媒採訪呢? 這個安排這麼有趣 不如問問我們今天的嘉賓 今天坐在我們旁邊的 就是有立法會議員 也是公民黨的陳淑莊 早安 陳淑莊 早安 早安 不如說一下 你怎麼看 為什麼解讀這次這麼隆重 而又歷史性的時刻 為什麼會這麼靜兆 有邀請你們呢? 我完全不知道 當然知道這個條例會在今天凌晨生效 但是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 沒有收過任何邀請 傳媒也不知道 這樣的安排相當鬼暑 說真的對我來說完全沒有慶祝 簡直可以說是香港的一個很黑暗的日子 因為正式在香港的區域裡面 有一個地方是不會再實施香港的法律 亦都是香港的司法管轄區 亦都是沒有了一個部分的 那就是這個內地口岸區 那這個意味著是什麼呢? 那現在大家都知道 就住這個一地兩檢是否合法合憲呢? 其實在法庭那裡都有幾個司法覆核的 那當時我也說過了 或者很多人都說 應該說很多人都有提及 是不是可以釋法就處理了那個問題 那就不要緊了 那就釋法了 但是當時去到我們審議的條例的後期 就陳凡局長就有提出 就說他們會提早實施這個條例的 那因為這個條例裡面 有一條就講到明 就是說如果內地口岸區 就是會實施內地的法律 亦都是就內地的法庭 才會有那個司法管轄權的 那就是意味著就算 就說換言之 就是亦都寫到明 就香港的法庭的命令 就不會在該地生效的 那就是意味著就算以後的司法覆核 是就著這個一地兩檢 如果真的有一個裁決 是說這個違法違憲 是不能實施一地兩檢的話 因為這條條例已經生效了 那這個地方我們已經永… 就是我看不到有什麼截止日期 這樣就割了出去 那所以就算法庭有一個 叫做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好的命令 或者比較理想的命令 在那裡都不會再生效的了 那這個就是可以說香港… 就是我們這個司法獨立 其中一個或者法治來說 是一個罪黑暗的日子 嗯嗯嗯 但是怎樣解讀 它真的要這麼靜悄悄去做這個儀式的呢? 那當然很難解 很可能… 就是最近實在有太多醜聞 又或者他們太多壞消息 都不知道怎麼擠出來 那好像今早早… 昨晚香港01就有說到 原來在這個高鐵站 就是西九龍站 原來還有B5層的 那因為記者問我之後呢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我從來沒聽過 那甚至我對參觀都只是聽過B4 那麼多年來都從來沒聽過 那麼我自己也翻查了很多很多的資料 那麼我看過這個鐵路時儀小組當年 這個港鐵和政府半年的一個進度報告 包括還有夏靖民法官在2014年年尾 2015年刊登的一個專家小組報告 那還有包括政府在2014年4月 自己當時是擇承了這個路政署 去做一個獨立的調查 就是關於這個高鐵超之研誤的 那麼那裡從來都沒提過 有B5層除了一板紙 那麼我這個稍後才說 那麼另外也都 昨天也有出現了一個新聞 就是說100元一個飯盒 我們還要包人家三餐 還是1000個飯盒 那就前後要花一億 但是當然了 100元一個飯盒 大家都會嘩然 但是最嘩然對我來說就是 為什麼那個消息人士 是會知道內地執法人員是有700名 我們做立法會議員 連這個消息也沒有 不如說陳莊 我們逐樣逐樣來 因為剛才你一次過 對說了很多 還有另外一位立法會議員 梁美芬都在趕你 我們不如逐樣逐樣先說一下 好 剛才說了那個啟用儀式 你們都不知道 不獲通知 我今天看到一些報紙就問 如果他早9月23日 那個開幕儀式 其實現在都還沒說 是不是會請立法會議員到的 如果真的會請的話 其實你們泛民 或者你有什麼想法會不會出現呢 這個開幕儀式 我的理解好像應該9月22日 有一個特別的 不知什麼日子 就是9月23日 正式市民可以使用 通知 我暫時沒有打算去 因為正如我所說的 這個整個高鐵 我覺得是尋找香港人品 很多東西都逃走 最重要的就是 硬要實施這個違法違憲的一地兩檢 其實是對香港的整個司法制度 和我們的法治 帶來一個永不能未補的損害 這個我不覺得有什麼好慶祝 另外剛才你提到內地人員的膳食問題 因為有些傳媒報導說 因為高鐵的西九龍站的內地口岸 因為消防安全的關係 就不能夠煮食 所以現在就說要安排 內地的執勤人員 膳食也要安排 要有一些飯盒送給他們 其實昨天有消息就是 會不會我們香港也要包呢 因為說成本差不多100元一個飯盒 每年可能涉及那個款項 差不多一億 如果100元一個 因為那個年租是說1000元 10個飯盒就已經頂了一年的年租 不過有最新的消息就說 港鐵那邊也說 其實這個是幫內地做這個單位 做這個招標 他就說 應該是一個消息所說 應該是內地人員 內地的人員的膳食 就是由內地去承擔所需的費用 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不是都可以解決到大家的疑慮 還有沒有什麼爭吵的位置呢 其實我覺得仍然是一個謎 第一 我也收到你 可能有些傳媒朋友收到的 就是他們昨天下午才出的一個新聞稿 第一 為什麼要搞足一天才會回答呢 我覺得很疑惑 因為今天已經上班了 內地執法人員 是不是不用認識呢 應該要在這裡 我不明白 可能今天不是七八個 不是1000個飯盒 但是都要吃的 如果這幾天都能吃的話 是不是他們自攜 還是國內用6元可以幫他們處理了呢 就是6元一個津貼 什麼都是一個謎 我只是覺得什麼都要說 其實整理完了 然後其中一句很有趣的 他昨天說 如果內地派駐機構確認接受招標結果 內地將承擔所需費用 就好像說我幫忙招標 不關我事的費用 不會是港鐵給的 就是不像之前的消息那樣說 但是我就問他 如果內地不接受呢 是吧 如果…你不知道的 那今天就上班了 所以你呢 那怎麼辦呢 就是不用吃 然後呢 稍後一會 港鐵就有職員回覆我的 他就說 內地部門自行決定有關安排 我當然知道 當然是他們決定 你都說了 然後他說 港鐵不會支付相關費用 就是繼續在重複它的東西 其實完全… 我覺得整件事的安排很迷利的 就是完全是沒有通報 好像事前沒有思考 突然間 咦?那些人要吃飯的? 哎呀 這樣 就是飯堂又沒有 什麼都沒有 那… 可以翻熱的 其實有 就是不用一定要煮 或者可以蒸等等 就是其實現在有很多方法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這些內地執法人員 或者派駐機構 其實在香港 那都是真的做事 那你照顧它 我都覺得 就是我不是支持一地兩檢 但是你要考慮它的需要 我覺得這件事很正常 很應該的 那為什麼會落到 現在要今天上班了 早兩天才爆新聞呢? 那接著還要昨天出局 那就是我們只是不知道 是不是在做事的? 那不止 我想我們香港人 連有多少位內地執法人員 我們都不知道 因為深圳灣口岸區 其實我們當年了解 保安局是很透明的 當年保安局很透明 2007年的時候 我的理解是 大概有一千零幾十名 當時一千零幾十名的 香港的執法人員 是在內地口岸 就是在深圳灣口岸區做事的 那為什麼今次就沒有 那個叫什麼? 對等安排呢? 就是一千元 你幫我爭取到對等安排了 那為什麼這些公開透明的資料 沒有這個對等的安排呢? 那我到現在都不是很理解得到的 不過港鐵就回覆 就是香港01的時候 澄清就說這些服務 是應內地單位的要求作出安排 還有希望最近人 有些新鮮的食物食 又可以保持那個熱度 那所以就有這個想法 還有它說希望提供這個價錢 也是內地暫時會確認接受的 暫時希望他們會接受這個招標 就是這樣說的 其實究竟… 我不明白港鐵 我想他們最重要就是港鐵 就是總之跟大家說 香港人是不需要為這件事埋單的 我知道 就最重要了 當然他只是想說這樣的事情 但其實港鐵要提供多少服務 給這一幫人呢? 嗯 就是我覺得很神奇 還說要保溫、新鮮、怎樣 那是不是只能幫他訂七、八個人 訂一千個飯盒就可以確保到這件事? 我聽完我真的覺得很迷利 還有我也有問過人 譬如說我們飛機膳食 當然飛機車輛不是大家最理想 但是那些都是在做一些比較大規模 大批的膳食的生產 就算供應學校等等 我們理解是30元或以下就已經有了 那為什麼成本要去到100元一個 計算是通脹 咦? 它全部打進去 你不可以有通縮嗎? 那個可憐可減機 就是我覺得是不是也太離奇 但是到最後它就是一句話 不是香港人買單就可以了 那就解決了 但是是不是港鐵還要提供很多 去照顧這一批的內地執法人員的 一些的開銷呢? 因為其實你幫它招標都要開銷的 都有成本的港鐵 另外其實借這個機會都提一提 如果大家有留意上一個星期 當然我們有這個交通事務委員會 政府就有發表了一個文件 就是講關於這個1000元的租安排 以及關於這個提早實施 這個一地兩檢條例的 當中是夾附了一個附件五 就是講回高鐵的營運成本 以及營運收入的 那裏的營運支出、營運成本 同於2009年第一次拿撥款 以及2015年追加撥款的時候 零零射射多了一個項目 那個項目就叫做其他營運成本 是的,很籠統的 所有東西是爆底的 可以說的 因為本來它的營運成本 是列了幾項出來的 譬如維修等等 但是突然之間就多了一項 其他營運成本 還要佔那個總營運成本四分之一 但是在文件當中是完全沒有解釋的 那也沒有機會問 港鐵也沒有解釋 政府也沒有解釋 那究竟這一塊錢是什麼呢 那是不是原本如果 就是繁盒真的要我們埋單的話 就會計進去呢 我覺得有些東西 如果是香港人這樣的形式 去補貼高鐵的營運的話 無端端多了一個項目 叫做其他營運成本 而是沒有解釋的話 我覺得這一點是不能夠接受的 其實港鐵說不用我們負責 或者他們不會給 會不會港府也有機會要給呢 其實整個高鐵的財務安排 我是見得到 其實整件事到底都是香港市民去買單 都是我們納稅人去買單的 但是整個結構相當複雜 因為是涉及有政府 有九鐵和有港鐵的 可能在這裏解釋就會較為長 但是我們看完之後 其實現在政府就說 港鐵是因為營運高鐵 就會計10年就會給27億九鐵的 因為九鐵租一條鐵給他 就是給他一條鐵運運 但是其實這是一個英文叫net off 就是一個對沖之後的數字 事實就是港鐵要給107億九鐵 而九鐵就要給80億港鐵 但是我們看回九鐵合併了之後 或者九鐵和港鐵合併之後 是從來沒有給過一個先港鐵的 最多是給一些關於staff的開銷 那為什麼無端端有80億 你要給一個幫你投離營運的人呢 那這塊錢是怎樣計算呢等等 它是用一個present value discounted profit 不好意思 這麼多英文 因為我突然忘記中文是什麼 總要計算這些數字 但是我覺得這些大家都可以 我們會繼續細舊 其實我想問一下 因為剛才你說到 你連700個 因為現在就說大概 就會有700個的內地派駐機構人員 將會在高鐵通車之後 分間進駐在內地的口岸區執勤 你說你連這個人員的數字 你們都沒有掌握沒有資料 是不是你剛才這樣說 沒有的 我記得早前好像是升到 早幾個月升到曾經問過政府 政府就大概是500人的 現在就變了700 但是大家我想在答半之前 我可以講一講 今天如果大家看南華早報的話 就是又有消息人士說 之前政府就曾經 誓神劈軟過很多次 就說是不會有內地的執法人員 通宵在內地口岸區的 就是不會留守在那裡的 沒錯 但是根據那個內地的 就是那個消息人士透露 是會有dozens 就是可能會有幾十人 就是就會在內地口岸區那裡 就通宵做 那就聲稱有一些的設施 他們都要看著的 可能維修、電腦、保安等等 但是這個無論是特首和陳凡局長都誓神劈軟過了 是說沒有人會通宵留守的 那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那而早在去年2017年 應該好像是4月 10月 2017年10月 其實這個全真社 都曾經就有一些相片 是說到是有一些類似 好像宿舍那樣的房間 是被這些 就是擺在一個門口裡 就是內地口岸區有這樣的設施 有這樣的牌子的 那當時政府就出來當然是否認了 那但是究竟那個消息人士對 還是政府錯 還是有東西改了 還是立法會議員不用知道的 那我覺得這些 就是政府是不能逃避 不是不叫記者去看他們的交接儀式 那就是就可以處理了 那我希望特首一會兒也有機會出來打咪 如果開行會的話 我希望他們都可以詳細 還有很仔細地交代 多少人 多少間 每間多少人 每個不同的執法部門 究竟派著多少人 然後還有 就是是不是會有留守過夜的 那因為那個消息人士 說得挺細緻的 甚至有些 我忘記了是不是國安 我稍後可能要看新聞 都會可能是一個很接近 在深圳那裏 不過他們 那就可以用十幾分鐘 便會來到香港 好了 接著 剛才你說的不知道 實在太多了 另外一個不知的東西了 就是說 因為今天我們看到 有一個消息說 有一個西九龍站 有一個圖則 原來出現了一個 叫做神秘的B5層 這個B5層 它有些通道可以貫通所有的月台 但是這個B5層似乎 在圖的時候 都絕沒有提過B5層的 那我當然 當年撥款我就在這裡了 但是中間有四年 我不是議員的 都嘗試去翻查當中的資料 特別是這個鐵路時儀小組 政府和港鐵 應該是港鐵 每半年就要向立法會議員 和公眾匯報工作的進度 那我就發現不到 有任何提及B5的狀況 那當然我後期都嘗試 再去翻查更加多的 看看有沒有其他的助證 是去證明 根本B5是從來沒出現過的 那可能我一會兒可以等到新聞回來 再講一講我看過什麼資料 再跟大家分享 非常好 是的 我們很快就要休息一會兒 回來就會繼續說說這個西九龍 說說這個B5層 究竟陳宋章可以看到什麼 歡迎大家繼續留在香港電台第一台 和港台電視三十一 歡迎大家回來千喜年代 我們剛才在說關於西九的很多新聞 之前在說香港01 拿到一份在2011年西九龍站的設計圖則 發現原來總站不僅有五層 而是有第六層 他們稱之為B5的神秘樓層 據知B5的樓層是一條快速通道 讓內部職員可以透過這條通道 通向上層B4的月台 層所有的月台 他們也說得也恢復香港01 就說這個樓層 其實只是一個後勤的通道 就是這樣 現在就說在B4之下 因此所以就標示為這個B5樓層 這樣說的 我們今天也想請來 有兩位議員來跟進一下這件事 究竟發生什麼事 知不知道呢 為何會有這個B5樓層的出現呢 我們有公民黨的立法會議員陳淑莊 也有經民聯的立法會議員梁美芬 大家早安 早安 剛才陳淑莊之前就說 他為了這件事 昨天翻查了很多資料 可否跟我們說 其實那個情況你所知是怎樣的呢 好 我所知的就是 我不知道有B5 我就是知道有地面 第一層就是買票 第二層就是過關 應該是入境的 接著B3就是出境的 B4就是月台來的 就是這麼多的了 當然託運那裡在哪裡發生 我還不知道 但是大致上是這幾層的了 但是為何突然來了B5呢 因為我有四年不是議員 而那幾年其實都很多事發生的 包括要追加撥款 所以我去嘗試看了幾件事 第一就是看回當年 因為港鐵當時需要每半年 在鐵路士小組匯報 就是高鐵的進展的情況 是 那它有交文件的 就會提及 就是由工程開始 一直的進展 因為有很多地方可能會涉及的 那跟著也都中間 因為要追加撥款 發現了要超之延誤了 那就曾經就 這個運防局就委託 就是要求這個路政署做一個獨立的調查報告 那這個調查報告就是4月2014年就推出的 那跟著另外當然就有夏靖文法官領導的一個專家小組 也都在2014年的12月就預備好一個報告 就是在2015年就1月推出的 那這幾個報告我都嘗試去調查 還有包括一些會議記錄 或者他們的會議的資料 還有中間有一個新聞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就是當年有議員去參觀高鐵的地盤 那當年的蘋果頭條也都曾經說過 就是消失了的B4層 當時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說港鐵在鐵路時小組就說有B4層 已經掘到底了 說明底是B4層 但是其實就未掘到的 那時候當然是未爆超之延誤的事 那所以幾樣東西我就拼在一起來看 那當中就發現特別 是政府出的文件當然是最老實的 應該 那就特別是這個 剛才說到那個獨立報告 由這個路政署撰寫的呢 那在第27版有講到明 因為這個西九就涉及兩個合約的西九總裁 不好意思 這麼長 西九兩個合約的 那一個就是810A就有禮遁粉的 一個就是810B就有新窗粉的 那這兩個就大家很熟了這兩年 這幾年 這幾年 這兩年 這就是她的寫法 那810B的合約也是這樣去形容的 所以我們議員一直以來 可能一會兒梁美芬議員就更加清楚 我不是議員那幾年的時候 究竟鐵路士儀小組發生了什麼事 梁美芬你知不知道呢 我的印象呢 都是去到B4層的 但是如果從她現在提到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漏的 因為我就不是特別參加鐵路士儀小組的 我是牽涉到西九的 我就會去參與會議 那當中會不會她有些事情談過 但是如果從她現在說B5 很可能她是屬於一個working level的一個 就是等於我們有時立法會 我記得那時佔中 突然間我們也不知道 原來有一條通道 就是我們可以開車 不知道怎樣 截完就能夠出去 因為那些人堵住立法會的出口 那是不是這樣的性質呢 我也認為港鐵應該清楚一點 去講B5層 但是我如果聽他們這樣的回應 應該是一個working level 就是emergency 是緊急的時候 或者是消防緊急通道的使用 但是因為你知道現在的情況 整個問題 我想無論沙中線 現在高鐵要開通 其實整個問題都是交代的問題 有時未必是那個實質的問題 所以最好他們就開城報工 本來沒有東西的東西 你說清楚 不要被人有機器 涉入去就覺得又出了什麼問題 現在他是有一個信任的危機 所以如果譬如說我都給一個benefit of doubt 會不會他有提過 有些東西是一個在工作的 純粹工作人員裡面 他們可能大家要接耕 或者有其他的東西 我也不是很清楚的具體 但是你也要說清楚 如果沒有特別去提過 也可能是因為大家沒有注意的 因為大家的注意 都是去到那個所謂的英文 train platform 即是去到公眾可以去 或者人人看到的 變成是否大家都有漏了這件事 或者他報告的時候 亦都是特別小提了這件事呢 我覺得如果現在大家既然注意到這個問題 他就說得清清楚楚 當然我另外再看夏靖文法官的獨立調查報告 當年他們獨立的專家小組 有聘請到類似秘書處的人士 幫他們去處理一個 整合了一個review 就是一個檢視的 當中就看過很多政府的文件 也有看過監核顧問的報告 說港鐵提供的資料 而當中他們也有一個緝錄了 就是港鐵向立法會 每半年的進度報告 而當中我也有去核實過 當然趙琦就沒理由錯了 那個報告就包括 在2013年的11月22日 又或者是2013年的5月24日 都是不停地重複那個西九龍站 如果是挖掘的話 只不過是由B1到B4而已 那究竟B5是誰挖掘的呢 在合約那裡我也不知道 是否僭建我也不知道 你鄭若驊也有一個地庫 那究竟B5是什麼呢 他又說得好像很實在 但是我們從來沒聽過 我們從來沒聽過 看過圖則那裡有2.5米高的 那究竟有多大呢 作用是真的用來做什麼的呢 既然不是內地口岸區的話 我們議員是否可以去參觀的呢 那為什麼過了這麼多年 那兩份合約呢 剛才810A和810B 是2011年判出的 那也都出現極嚴重的延誤 那究竟這個和B5有沒有關呢 那即當時就算 我要說 我是看到有一份文件 還要是在我剛才說的 一個是Highways的報告裡面 他是拿了監核顧問其中的 每月報告裡面的其中一版紙 出現過有B5這個紙的 但是跟著我們就是從來沒聽過B5的 我想現在在這個問題上 就只有等港鐵去 再公佈更多 港鐵和政府一向在這件事裡面 我認為都是一個交代的問題 交代是很重要的 而且尤其是主動交代 那就減少很多疑問 不然剛才陳淑莊說這麼多 但其實就是一個問題 他好像在B5的問題上 可能在立法會有沒有詳細去討論呢 其實就是這個問題 嗯 好 每天他們應該掌握機會 即將來他們有些什麼 不是 你還要有派 我們走路上溪以外 20天就開了 20天就開了 公佈成會了 另外一樣東西 就是我又見到星島日報 今天也說到 因為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 今天凌晨起就正式開始設立 他們就說 據他們了解 內地現在就會用限制嚴重失信人 這個制度去承搭高鐵 就是有一個叫做失信人名單制度 那在說什麼呢 就是會隨著高鐵開行 這個制度都會引入香港 就是譬如在高鐵香港段的列車裡面 如果你吃煙 又或者嚴重擾亂鐵路的運輸秩序 又或者造成這個嚴重的社會的不良影響 總之不合資格去使用這些人士的優待票等等 就是不應該有優待票 你就去用那些 那都有機會被列入為這個黑名單 在三個月至半年之內 就會被禁止購買高鐵車票 據了解港鐵曾經跟內地商討過 這個北上列車 就好不可以不用這個有關的制度呢 他說不過就好像內地就覺得很難去妥協 還有對方都說這個屬於國家的政策 就很難就在北上列車那裡去豁免的 兩位了 梁美芬給你講 對於這個失信人名單制度 你所了解是多少呢 還有那個運作上面 我們有些什麼我們應該要注意的呢 失信人名單 就是你看怎麼叫的 黑名單 簡單一點 那些市民容易明白一點的 那麼其實就不是很特別的 就是可能我們聽到很多的 就是如果在內地你是曾經有一些 所謂的行為不檢的行為 你就算在公共交通那裡 那你尤其高鐵又要實名制去買票 它一向都是這樣去實踐 反而你剛才說的就是說 究竟在現在有牽涉到香港 因為高鐵是香港和內地的 那會不會可以有個例外呢 那我認為呢 那我認為呢 反過來他就會覺得 就是 我因為我們早一陣 我在北京也提過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包括買票或者其他在高鐵方面 他都是提一件事 他說這一方面我們是整個國策來的 就是沒有可能只是香港這個站 因為你跟著那些乘客就進來我內地的了 那不可以說你香港就覺得他是沒有問題 那我內地就覺得他經常都不接受我的規管的 那我就不喜歡去服務他 那所以在這個問題呢 不只是這些這樣的說你吸煙 或者曾經製造過騷擾 或者其他 他是用全國的角度去看高鐵的問題 這個是包括我們一直要求希望半嫁 那就是小童和60歲以上或者長者 就是他都是同一個答覆就是 那我其他的省份的人怎樣 我不可以只是 你香港已經這麼富裕了 那你就還要這麼特別 那所以這些是需要一段時間 考慮的是要平衡 他內地各省市的所謂的利益 大家要平衡 那是不是我香港就不用用這個西上人名單 你那些人就可以互作非為的 在他的眼裡 他就不可以接受 我想請教而已 如果真的行這個名單 據你了解 是由那個乘客 譬如我們這樣 一進去月台開始計 還是上了車開始計 還是車離開了香港的境 開始計 是應該怎樣的 還是踏入一個站又開始計 我相信上了一輛車就是 即是管就是哪裏 總之 內地口運區 是嗎 梁美芬議員說的 我也能夠理解 這個就是為什麼大家明白一地兩檢的代價 嗯 那也都接通全國 那當然你 就是無論 那其實你在香港坐飛機 你要去別人的地方 那你也要守 你也要守別人 預先的法律 就是你上飛機 你去美國 那有些東西真的不能戴 或者那個行李箱 它有特別要求的 那你就要知道那個相關的情況 這個是理解的 但是當然我們最不希望的 就是因為一些政治因素 就認到變成你是一些黑名單人士 那其實我連入境都可能 都沒試過在任何的交通工具上面 構成任何的滋擾 或者擾亂秩序 那無端端就跌入黑名單 那我想這個是香港人最不想的 那這個是一些類似政治審查 就真的就多過你真的 用一個政治行為去決定 就是用一個你自己的行為去決定 你是否進入黑名單 那所謂黑名單 就哪個口岸都有的了 哪個國家都有的了 列入不受歡迎人士 又可以 未必完全政治 總之它列入不受歡迎人士 那所謂這個名單 所以我認為 就算你在買票那裡不做 他的口岸都一樣會做 就是如果他本身 你是屬於他不歡迎你的人物 他就會不讓你入境 所以如果你說是留到你買了一張票 浪費了一些錢 去到國關那時候才又扔出來 那我自己個人 反而從香港這些乘客來說 那你不讓我買票過 你不要浪費我的錢了 是不是 但是我不知道他的通報機制 能不能夠這麼一致 因為買票始終是另外一個部門 除非他全部大家的資料互通了 入境 即口岸始終他掌握的資料是多很多的 一般來說 因為你買票那些是不用掌握這麼多資料的 那究竟會不會在這一方面 因為一地兩檢 以及高鐵這個安排 他就索性是做了一致的標準 讓人們不用買了票 也不能入境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也存在 但是他不一定需要這樣做 你只要買票 但是入境你不能入境 好像平時去羅湖那樣 那個實名 你坐到 你實名你用名 但是那個實名就是要互通才行 入境的資料未必肯給他們不同部門 那些執法人員會否有什麼限制呢 本地的執法人員 內地的執法人員雙方都要在 還有那個的細則 據你了解 大家應該怎麼看 怎麼做 應該才比較合夥 有一個位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大家要跳開 就是好像說 因為現在一棟樓 所以這麼近的口岸 其實他的做法 就完全跟普通的口岸一樣 那些執法人員各有各做 跟回自己 香港也有不受歡迎人物 我相信 大家那些逢是入境 都有這些很清楚的人 他究竟是不是有刑事 或者是通緝犯 這些全部都一樣是這樣的做法 不會因為高鐵那個方便 在一地兩檢裡面 他就會有特別 不會的 就是如果現在進不了內地境的人 你去到高鐵那個一地兩檢 他一樣我認為都是扔出來的 他不會讓你進去的 那所以執法人員在這一方面的訓練 是等同於他在內地 譬如你在羅湖 那個海岸 他那個名單那些 完全是一致 當然這個是他國家的資料 是國家層面的資料 也都不一定香港的保安 是知道的 保安局 但是我認為在一地兩檢 既然大家這麼緊密的合作 為免大家有誤會 就是因為我在立法會 都是很強調 那個前線的執法人員的訓練很重要 始終大家有不同的準則 就是他們的不受歡迎人物 和我們不受歡迎人物 考慮那個標準可能都有不同的 那時候會不會真的有時 會執法上都會出現誤會的 國與國之間都很多這些爭議 那你這個前線的人員才是最重要 政府有回覆我的 那天我問這個問題 他說應該就很清楚的 陳犯局長說 高層已經說得很清楚 但是我就提出 高層清楚就不一定去到前線清楚 通常出問題 最重要大家要清楚 通常出問題 就是在前線的執法人員那裡出問題 好 陳實將 我想說一說 就是關於這個名單 就應該只是在國內生效 那是不是我們香港又要在香港的境內 就算是高鐵都已經要接受了這個名單呢 那就是香港始終都有出入境自由 那究竟去到哪裡處理 究竟在香港賣票的時候就處理 是不是你想呢 還是去到… 因為你賣票不讓你買 其實到最後是令到前線的工作人員 在香港的工作人員又做了磨心 那還是去到交道去到內地 就是非買不到還是怎樣 就是我覺得對我們這些不明白 這些名單人來講 就是普通市民來講 那究竟有些什麼的行為叫做是呢 就是我覺得政府 就是無論這個是託運也好 無論是寄存也好 在說行李傻市 這些黑名單啊買票啊 就是到今天快要二十天都不夠就開了 但是我們仍然是一無所知 對議員來講 內地執法人員有多少人 多少班 多少個僵 多少什麼我們完全不知道 那就是是不是政府 或者特首有責任去解釋一下 那麼多的疑團呢 還有我有一個疑問 如果我們這一邊口岸 有這些內地人的名單 其實會不會大家都要公道的 我們香港人的一些名單 是不是也要交回去內地 讓他們也有這個相關的資料呢 我真的是就一定是要相互的了 如果出現這樣的問題是相互的 但是那個問題呢 我就覺得這個是值得討論的 這個是香港我覺得大家可以討論 究竟你是想在高鐵就買不到票 還是去到口岸 但是一樣東西 他們不同部門的 所以我剛才說 你想這樣也都未必做到 可能他都是一定要你照買票 去到口岸才 因為他有不同的資料 去到口岸呢 他掌握的是國家機密的 可能隨時 但是鐵道部呢 通常是沒有這個角色的 那你可能理想 他都未必做得到的 不同部門的 我想對香港市民來說 最怕就是飄移龍門 就是今天就這樣 明天就原來不是這樣的 就是法就擺在這裡 規又有在這裡 但是原來就撿起來 就是我喜歡怎樣就怎樣 可能是時鬆時緊 我想我們就最無所適從的了 所以如果有些新鮮事物的話 既然高鐵旅港路那麼暫身 那麼快捷那麼便利 那麼這些東西最容易就產生誤會了 那麼我覺得政府都是有需要 詳細向市民交代 還有其實我不知道梁美芬怎麼看 我覺得立法會呢 那天那個小組呢 就是我們那個委員會呢 其實那個時間真的很短 政府還有很多事情未交代 我不知道呢 藝智明議員會不會突然覺得呢 醒了突然覺得有需要呢 就是都開一個特別的委員會呢 特別的會議呢 就是在高鐵開通之前 因為實在太多事情未交代 梁美芬你覺得有什麼要跟進呢 剩下不是很多時間 我覺得剛才提到 兩地人員那個工作的編排 是應該清楚的 這些透明度高是好的 另外呢 就是的士剛才說的那個 就是說黑名單 或者怎麼樣呢 那個標準大家說清楚 我覺得都未嘗不可 其實呢 也都牽涉的人一定是少的 嗯 那也都如果你清清楚楚呢 也都不會影響其他大部分乘客 當然大家真的都可以知道 你是不是曾經試過 有一些擾亂的行為呀 或者其他 那但是如果你是列清楚一點 起碼大家就會有知道了 那我也都大家都明白 也都有一些人會自己 或者是在口岸的時候 也都遇到是不能進去的 那些已經有試過了 好 那可能你買票會不會有出現的問題呢 好 謝謝兩位 今天早上謝謝梁美芬和陳實章 我們下次再見到 我們下次再見到